不顧脸上沾满鲜血 镜头前这名加萨老父亲 这一刻只想知道孩子下落 得知五岁柚子不幸在这场空难中罹难 他情绪溃提 起身询问另外一名柚子下落 所信孩子没有大碍 但天人永隔的痛 加萨人实在难以消瘦 看着怀中已经逝去的孩子 这名加萨父亲低头亲吻 向孩子告别 以军无情轰炸 让他以戏间几乎失去所有家人 同样悲剧在加萨各地持续上演 一场暗夜空袭一次带走三十位亲人性命 惨遭已军灭门的加萨家族在当地开设眼科诊所 救治病患却无法救治自己 人在美国的亲属悲痛万分 一巴冲突进入第三周 加萨已经有超过四千三百人死亡 其中而同这战的四成多达一千七百五十六人 成了这场冲突下最无辜的受害者 TVBS新闻快声波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